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醒啦 你不是要抓我吗 为什么要救我 清本家人 奈何作贼呢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二爷要杀我 你反而救了我 真是太玄了 我舒晓晓就是一辈子好命 绝路欲贵人 反正是谢谢你了 喝杯茶行吗 喂 你在写什么 是金刚精 金刚精 你笑什么 我只是奇怪 以你这样的身份 可以叫人大量的印刷 或者让别人去写 不用自己动手 如果要我抄写 那真是天大的惩罚 我都不会写的 你说的没错 我是被罚 我才不信呢 龙大老爷不罚别人 已经不错了 谁会罚你啊 到底谁罚你 不是人罚 是天罚 我从小到大 都是很聪明的 但是你说的话 我听不懂啊 那边有一个木箱子 里面放的是我很久以前出门用剩的碎银子 你把它打开拿一些用作磅身之用吧 什么 你给我钱 这些钱也叫碎银子 是银子也好 金子也好 我也用不着 你尽管拿吧 那我不客气了啊 你不多拿一点了 八 就是八嘛 我已经拿了八块够了 好兆头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好 就是容易满足 那我不勉强你了 你的商议无大碍 不用待在这里了 你喜欢的话 随时可以离开 喂 你说真的 你救了我 又不杀我 还给我钱 就这样让我走了 有这样的好事吗 是的 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没有 会不会让我暴打你啊 以后啊 你要好好珍惜自己 拿这些钱去做点小生意 不要再存非分之想 这样就行了 好啊 好啊 外面没有人埋伏 如果我想杀你又何必救你 你就放心去吧 真的 真的 那我走了 我为什么不多拿一些 八是发 九是长长久久 十是十全十美 哎呀 真蠢呢 好在拿了龙剑海两定 也算是十全十美 我那边看 走 走 走 快看 这个死龙剑天 早知道他不是好人 叫我拿走金子 又来找人追我 诬陷我偷了他的钱 好杀我灭口 喂 反正已经拿了 不拿白不拿 现在就算我把金子扔了 他也会来杀我的 我才不怕呢 站住 站住 你们来的可真快啊 早知道你有这一手 所以才带人在此恭候 来呀 把他给我剁成肉酱 是 住手 住手 还不让他们退下 程总管 二爷的事你也管得了吗 二老爷的事情我是管不了 不过有件事情你们应该清楚 这位姑娘 是大老爷的朋友 所以不管他走到什么地方 你们都不能动到一根好方 什么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 自己去问大老爷 走 且慢 你不是要我 你不是要我跟你道歉吧 正是 你这样对我 你不跟我道歉就想走啊 你不要得寸进尺 喂 我可是龙大老爷的朋友 你竟然敢这样无礼 男子汉大丈夫 能居能深 对女人表现一点礼貌 也不过分吧 快点 对不起了 我想大小姐一路都会平安无事了 在想还有要事在身 我告辞了 喂 龙大老爷还有没有别的话要对我说呀 没有